遇到了艾艺 小兄弟很狂啊 看一下勘探古董 园丁好阵容 非常好 这个阵容对于黄医之主来讲 他面对这三个人 说实话 想要击倒都不是那么的容易 就没有一个软柿子可以捏 有盾的有棍的有磁铁的 抓勘探员应该是相对来讲会好抓一点 而且吃了勘探员以后呢 黄医之主这个蓄力刀是有可能打出取消擦刀的 第一个点 抓古董伤的话就有点吃力了 这古董伤你一根触手拦不住他的 就可能只能是差不多狗CD好以后直接放狗啊 我觉得这边的话 这 诶 这只狗没被打掉 然后补触手 然后蓄力刀 一棍 古董伤这边主要刚才的棍子轮完了 好了 现在 飞轮 速手压 蓄力刀 哎 棍子好了 虽然说刚才那边没有能打掉这只狗 打掉这只狗就袖炸了 没打掉这只狗呢 我们可以看到古董伤棍子轮完 也牵制了不少时间了 哎 有点可惜有点可惜 这一轮如果真的把这只狗给打了 黄银之主想要击倒这个古董伤 那可就太难了 还好有这只狗 这只狗是又打出了伤害又压了距离的 因为它是用触手打的嘛 没有那个插刀的 一波打完 黄银之主保平真胜 黄银之主保平真胜 密码机的话总量是到了2.6 2.7的样子 现在看一下就是球者这边想不想打 你说真想打的 可不可以打 可以打 看待会这台机子修完以后 刚好走过路过不错过 这里是不是 我们这边就有人 先不管 给大家讲 哎呦我去 月身刀 那看待会必须来了 因为这波看待会刚好他的机子修完的 他是可以保一轮 古董伤的2.6的 可以保一轮古董伤的2.6的 这里措手压 跳下去也措手 没拍到 看一下看待员 第二块磁铁 再封口 哎呦我的妈呀 被措手打到了 这把其实穷者是有真胜的可能性的 就在这波看待员 但目前来看好像有点拦不住了 再玩嘛 看待员这边交个飞轮就能走了 就得 就得走了 不能再玩了 还行 还行 这边的话 圆钉还把椅子拆了 干扰不到密码机 佣兵的话是个交自起 现在外面的话应该还差一台整机 看待员这边压着准备再救一波人 或者说可以选择压着卖掉 圆钉的话 也不太可能过来 就是佣兵这边这台机子修完以后再几台新机子 这把主要是优兵吃双岛了 优兵不吃双岛 看待员中间打的这种的时间其实也 也还可以 优兵不吃双岛 现在他的机子 其实差不多已经快要到三分之一或者一半了 那么如果看待员再来救一波 因为圆钉的机子也能修完 圆钉也能赶过来的 就看待员机子修完以后 看待员这边救完人以后扛一扛打一打 然后干嘛的圆钉过来再扛一扛拆一拆 就有可能死人开门战 当然这个死人开门战可能还是比较极限 因为毕竟前期倒的比较快一点 触手压住 再补 蓄理刀 怎么说一刀没打中 没打中的话 现在机子其实可以管 现在对于看待员 对于监管者来讲 看待员这个点其实不能抓的 参考昨天我们第一把 看待员这个点抓了 对于黄一之主来讲是没有任何收益的 他其实我们上级下来看 现在转火 当时第一时间挂飞古董上转火去打哪里了 打这个佣兵 佣兵的护币消耗是实实在在的消耗 佣兵是个交自起 其实这个时候针对这个佣兵 我觉得要比针对这个看待员来的好 好得多 而且是 圆钉过来救人 开门战的时候 佣兵是满血两户壁 你根本处理不掉 这个圆钉自己带盾的 这个看待员有磁铁有飞轮的 圆钉顶个盾 那就看开门战了 当然他手里面现在还有一手技能呢 也还有一点机会 只是针对这个看待员打针呢 我们从上级下来看 挺一般的 或者说 或者说甚至如果看待员打得好了 有没有昨天那样的一个奇迹啊 回头管圆钉 先管住一边门再说 但这个佣兵现在处理不掉 这个佣兵是个毒瘤啊 现在 对吧 这颗毒瘤你怎么挖都挖不掉的 只能 圆钉 他还能顶个盾 这圆钉 但凡你给他个板 给他个窗 他就拉开了 先起盾 然后翻板吗 翻板加速 慢翻 慢翻的话 这边被压住 进前面的板子 还能拖 吃触手没关系的 吃触手有加速啊 装员老友 狂奔 冲冲冲 再一个翻窗加速 触手躲掉 呦 不错哦 倒是倒了 但是队友那边的门鼓机都开了 佣兵还在外面压着 看一下 两边的门都开掉了 两边的门都开掉 应该不打了 平局 这个平局 可以接受 只是追勘探员 大家可以看到 就黄英之武在残局的时候 他追勘探员是 很容易吃亏的 因为你追他 你的消耗 你的整一轮下来 花这么多时间 你的消耗就消耗了一个什么 消耗了一个勘探员的上挂次数 没有了 但是如果说 当我们上迪是假了 他如果说当时选择放弃这开弹 开弹用外面再起来 机子你转火去抓佣兵 呃 当时败选的佣兵 又是交自己的 可能收益会更高一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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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